第一個我們先切到測試圖 Autographic Sight 其實通常還是空白鍵按著不放 再加左鍵 空白鍵先按著不放會變這個畫面 再按左鍵直接切換會比較快 Right View 或 Left View 之類的 Left Right 那這邊呢 Auto 右鍵 縮放 Auto 中鍵 這叫畫面上下左右動 其實攝影機上下左右動 然後再來是旋轉 就是如果你偷視圖 Auto 加左鍵 那這邊我們現在看到 現在又測試圖好了 我們這邊要用的工具是Modeling裡面的 Create Polygon Tool 這個其實第一天上課好像講過 但是我們 因為那時候其實稍微做一做 我就跑去用別的工具了 所以 這邊再提醒一下 這邊是Mesh Tool裡面的Create Create Polygon 這個 Create Polygon 這邊就可以開始點了 一開始的時候 點的數量不要太多 太多的話會造成 後面很難處理 所以要克制那個 很想要亂點一通的衝動 我發現有些同學是 就真的點超多點的 其實先不要 因為真的到後面可以再增加或減少 所以這邊就是先大概點一點就好了 我剛剛是空白鍵按著不放 再加左鍵選Perspective View 那再來呢 你可以先 先關掉這樣子好了 你可以看到像這樣子 然後按右鍵 選面 選到面 那 做Is True的時候啊 有幾個方法 比如說上面呢 就有一個Is True 這是也是一樣的東西喔 另外呢是 用選單還真是 我通常都是用快速鍵喔 所以 我看一下Is True在哪裡啊 這邊 Is True 快速鍵Ctrl加E喔 不過我通常我也不會按CtrlE 通常是這樣子 因為我現在選到面對不對 所以呢 Shift Shift 加滑鼠右鍵 就會看到跟面有關的所有指令 Shift按著不放 加滑鼠右鍵喔 就會出現 所有跟面有關的指令 所以剛好這裡也是Is True Face 好 所以這個時候放開以後呢 你可以這樣拉一點點 不要拉太多喔 我們這邊可以再把它打開來了 就是 切到前示圖 Front 所以這邊呢 要長多少呢 長的大概差不多就是鼻樑的寬度吧 大概抓一下就好了 因為反正也不可能轉到哪裡去喔 好 然後在空白的地方點一下 再切回透視圖 先把面刪掉 Delete Delete 好 那這邊要注意一件事情喔 這邊這個面也是不需要的 要注意什麼呢 我們要開一個重要的指定叫做BegFest Calling 非常重要喔 Shedding 的BegFest Calling 在這邊 為什麼這個很重要呢 因為你應該是看得到的是朝外的 朝內的應該是半透明 所以我這邊在Object Mode 都這樣子不選 有沒有看到 這個BegFest Calling要開 懂嗎 因為要檢查法效能對不對 因為模型的法效能要朝外 所以呢 有開BegFest Calling 就可以隨時檢查 法效能還有另外一個檢查方法 是用Display 的 Polygon 裡面會有一個 FaceNo Mode 有沒有看到 法效能朝外 收起來 可以嗎 所以 這邊呢 你做的時候 如果你法效能錯了 要怎麼辦 法效能錯的話呢 就整個物件模式下 直接去找 或者 比如說你有一個面 錯的話 也可以單獨選 這都可以的喔 我現在是整個選 Object Mode 然後呢 這邊去找 有一個叫做Mesh Display Reverse 它可以反轉法向量 所以這個就是錯的 有沒有看到 法向量現在是朝內的 所以我這邊呢 再把它Reverse轉回來 那剛剛說那個面呢 單獨做也是可以 你看看這邊 Reverse 因為有時候就是會有些面 是剛好單獨錯的 那你就只好這樣去處理了 這個再把它轉回來 Reverse 現在整 對現在整個是對的 OK好 那現在呢 你看喔 物件模式下面 剛剛做的事情 這裡是不是一大堆 所以我們現在呢 在Mala裡面呢 我們要把這些東西呢 就像合併圖層一樣 留結果就好 我們不需要留這麼多歷史結構 因為它會導致電腦速度變慢 而且可能會出現一些怪異的狀態 那這邊有一個 叫做Hyper Shade 跟 呃 不是Hyper Shade Hyper Hyper什麼東西啊 Generative裡面的 喔 Hyper Graph Hierarchy Hyper Graph Hierarchy 跟Connection 我們看Connection 這邊就是我們剛剛做的事情 這邊 這邊 F吧 有沒有 先做一個多邊形的平面 然後什麼 有IsTrue啊 然後又刪掉什麼 巴巴巴巴巴巴 有沒有 這是從頭到尾做的一些事情 所以呢我們看喔 這個視窗開著 按快速鍵A好了 我現在選到它 我要幹嘛呢 把歷史結構刪掉 所以呢我們可以選Delete By Type History Delete All By Type 是畫面 場景裡面所有的東西都會被碰到 這個是只有你選的 那你要刪什麼 刪它的歷史結構 保留結果就好 所以這邊就很乾淨 有沒有 就保留這樣子 那這邊呢再存一個檔 Save Scene 先坐到這裡 來 想成習慣建模的時候要隨時刪History 歷史結構